她是设计家主持人林奇威 总能在时尚一文展览发现她的踪迹 不过这次奇威来到宛如皇室宫廷的精美豪宅 难道这次设计家到欧洲出外景了 很多人对于欧洲古典浪漫风情总是十分的向往 看着皇宫 看着古堡 总是想象着当年皇宫贵族在此上演的华美人生 其实要打造这样子富丽堂皇的宫廷式居家 已经不再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的专利了 找对设计师透过巧思你也一样可以拥有 在吴金凤总监设计团队中 陈慧敏设计师以一贯严谨的服务态度 来打造奢华古典居家 透过多年实物经验及美学深度 持续为设计注入新思维 并以独到视野掌握大宅尺度 编造无与伦比的空间艺术 以走进这个居家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不同的感想 其实有时候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头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屋主的个性跟他的喜好 想必这个屋主对于欧洲浪漫古典 是有很大的狂热 在洽谈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有说明说 他希望以比较奢华一点的古典 来呈现他这整个住家 所以相对我们在洽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的 除了我们准备了非常多不同的简报 还有3D 让业主一一地去了解 蛮荣幸的这个业主 他其实能够放手 让我们去完成这整个 还蛮完整的古典的设计案 拼书的部分 我们最主要是以分为 公领域的部分以及私领域 那我们公领域的部分 我们划分最主要是以客餐厅 还有玄关 餐厅 厨房 那再来就是我们私领域的部分 慧敏为敬门就是被这个强烈的华丽视觉给吸引 包括从这个玄关开始 可以看到你花了很多巧思 然后这个端景也是有很强烈的这个视觉效果 一进来以圆的方式 雷射切割 做成地平的石材拼花 那我们天花板为了呼应我们的地面 在四个边我们又设计了四个小圆点 结合我们的水晶灯 去投射到我们地面的圆形的石材 雷射切割 这就是我们玄关设计的重点 有互相辉映的成分在 就是你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图层 往上一看又有很多巧思 让它们有互相搭配的效果 再走进这个客厅 哇 更是让你觉得说 你好像身在欧洲皇家的一个宫廷里头 因为它非常多的金箔跟雕花 还有它的线板 如此的华丽又如此的繁复 最主要这整体的设计 我们是以白色金色 为最主要的一个整体的基地 像我们古典来说是它是很繁琐的 整体的设计来讲 我们天花板最低点是在2007 那我们最高点会是在2007 光是天花板整体的设计来说 我们的线板 考量到我们的间接光 还有我们的空调 还有我们的立体的灯的投影 所以这我们整体的尺寸的设计 我们在计算方面 我们是花了很多心思 听起来非常的繁复 真的是你要有很深的美学 还有古典的涵养 才能做这么精密的一个计算 这个屋子里头 不同的材质也更加提升了 整个气氛的华丽感 像我们丁世祥的挑选 本身它是属于比较特殊的食材 那一般市面上也会比较少见 当初的考量也是有配合到金色的部分 整体像光领域的部分 我们除了金色跟白色 我们有配到一些纵色的部分 就是用黑色 空间整体看起来比较有点层次 因为业主他希望也是有加一点螺马柱下去 他也希望带有点这种氛围 那本身我们客厅的电视墙 除了有螺马柱 它是属于比较平面式的 那我们也最主要是在客厅跟餐厅这中间 我们有一个衡量 那衡量这个区块 我们希望在这两侧各加一个螺马柱 我们最主要是去画这中间一个衡量的感觉 我已经觉得太多的细节看不完 就是好像你到了一个非常精美华丽的一个宫殿 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细细品味每一个细节 所以接下来我更好奇 那其他地方的设计会是如何 这个餐厅就是凝聚一家人情感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 规划这个餐厅的时候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构想 光是设计的部分 我们就有考量是以长桌或者是以圆桌的部分 因为感觉欧洲皇室都是以长桌为主 但是我们在这个宫廷室的一个装潢里头 看到的却是一个大圆桌 最主要是考量到我们东方人都喜欢以圆桌来讲 我们是设计以十人桌的方式 来做整个空间的考量 所以像动线跟这个功能性您都想到了 另外在搭配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桌 顶上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天花 在设计上我就是以我们的圆部分为主轴 那呼应我们的天花板 也是以圆的方式来呼应我们这个餐桌 那我们的外围方式 我们是以长方形的 呼应我们地板 以食材的方式 我们也是走了一圈的平滑 那像在布屏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具的椅子 跟客厅的家具也是一系列整合杆 往上看 这个大窗里头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景致 就是有一组沙发 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卧榻 本身那个地方因为景还算不错 我们先设定作为一座品茶 最主要以考虑到说 以后可以摆放神明厅 神座方的位置直接朝外 那这个地方变成说 比较多功能式的一个设计 连未来的这个功能性您都考量到了 那另外一个很映入眼帘 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展示柜了 最主要我们这个主墙 变成它有点像艺术的端景 我们会结合我们一些镀胎 锈镜 玻璃 还有一些我们的背板 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特殊进口的臂布 然后去衬托当它一个底 最主要我们用深色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如果饰品摆上去 我们才可以衬托我们饰品的华丽感 屋主他来来返返各国不同的国家 有收藏很多他很喜欢的艺术品 不知道他旅游去过哪些国家 不过我猜他一定看过凡尔赛宫 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 一些很华美的宫殿 就是在他脑海里头跟内心里头 激起了对这个艺术的狂热 所以他的居家生活 他希望可以有这样一个 梦想的空间在里头 你还想不想看更精彩的 当然想 非常的迫不期待 走吧 好 宫廷市豪宅不单讲求和谐云称 更需体现精致的艺术美感 陈惠敏设计师为了凝聚家人情感 特地于森林一间规划喜剧室 满足阅读书房与未来孙子游戏需求 这个床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真的是国王或者是皇后 才会睡的床 或者是当初挑选这个家具的时候 可能有参考什么皇室书局 应该是说我们当初跟业主 到国外我们去挑选家具的时候 挑到主卧室 刚好我们也有看到这样的床主 考虑到我们的尺寸的部分 这组非常适合放在我们这个主卧室里面 摆起来也很气派 包含了也有我们整组的床头柜 端井桌还有我们这两组单椅以及我们的编桌 我们都一起采购回来的 那挑选这个色系是屋主的喜好呢 还是说你觉得这个色系更能衬托这个空间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件事以耳指部分 那这个色调我们是觉得还蛮适合的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说以这样的一个孔雀栏 以及我们那时候碰撕地毯也考虑到整体的一个色调 那相对的我们在一个软件的配置 我们连窗人的部分我们又考虑进去 空领域跟我们施领域的我们的天花板设计 当然会有区别 因为卧室里面是属于要比较属于注重睡眠 那进去里面是感觉线板就不会那么繁琐 施领域的部分像我们的线板 你看中间的部分我们在设计就不会有这么多线板的试花 只会看到我们四个边的部分做线板的堆叠 父母的自主卧房 以金色米色润世雍容华贵的空间情怀 并透过壁纸图纹细腻承载祝福与会 腐蚀极式的古典细节 原自体察美感的独到用心 玄关以圆弧印象圈点立面 立屏设计 并巧妙拿捏空间尺度 陈胜艺术家具 以及大幅画作彰显大雅厅堂的雍容华贵 客厅电视墙已稀有橘子玉大理石铺陈 并结合对称罗马柱造型 提升增容大气空间抵御 餐厅则掌握团圆寓意 配置大面圆桌 并运用窗面空间 陈设属于屋主的品茶赏景区 不仅如此 陈卫敏设计师还精心规划狼道成为屋主的一品点层端景 更在起居室与书房的配置下 让屋主拥有丰富生活场域 今天看惠云的设计 其实让我联想到的就是我一阵子到法国去自助旅行的一个经验 我记得在法国我看到了巴洛克时期的重要建筑 那就是巴黎各剧院 另外还有洛克克时期重要的建筑就是凡尔赛宫 所有的金碧辉煌 情绪张力 浪漫主义都显现在里头 但是我另外一个考量是 怎么样把这个居家空间就是打造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那透过今天跟惠米常聊一番 我发现里头真的有好多的难度 包括它比例的拿捏雕花 线板 一些设计 甚至一些古典的家具的元素都必须放在里头 这必须要深具古典跟美学涵养 有很大的背景的设计师才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们也看到屋主非常大的努力跟着设计师一起去挑选他们的喜爱家具 一起搬进这个空间 去打造他幻想浪漫的一个古典欧式风情的居家风格 我觉得为了自己的梦想 尽一切努力达成有何不可能 屋主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感觉他们夫妻两个人都还蛮亲切的 他们也很明确地说明他们就是要比较奢华的古典 所以他们风格的方向是还蛮明显 他整体的设计他都还挺满意的 但是他对于他的客餐厅来讲 他觉得招待客人他还觉得蛮有面子的 对我来说觉得还实际上还蛮有成就感的 跟每个业主的沟通我都还蛮重视的 因为每一次的沟通都是信息的传达 因为每个业主他来自不同的背景 所以相对他们的需求都是来自每一次的沟通 所谓的完美应该是说 每个设计案上面跟业主之间的沟通 我们每个细节达到双方的一个平衡点 这才是一个完美的设计 想看更多吴金凤 陈慧敏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手机家 请上网搜寻手机家